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书将在全国的新华书店 当当 京东 苏宁易购 淘宝等各大网站来销售 我不说期待了 敬请大家去购买 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节目的老师 算爱研习社的主理人陆琪 陆老师 欢迎陆老师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寇乃兴 寇老师 欢迎寇老师 爱情导师 图磊 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了解今天第一队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快两年了 我觉得我就像养了个儿子一样 他比我大七岁 我做什么他都觉得不对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他开心 也许他不是故意的 但是我觉得他根本没有我们两个人的未来想过 我是真的喜欢他 我不想让他离开我 我都已经不再年轻了 如果他现在还没玩够 不想结婚的话 我觉得就不要再耽误彼此的时间了 来 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军 22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小于 29岁来自北京 是一名排球助教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妹 你现在要结婚了是吧 还是想结婚 我是想结婚 你有这个跟他结婚的打算吗 有 也有 那为什么来呢 你想结婚他又想娶你 但不是现在 他说的是两年以后 他等两年呗 我觉得我等不了 而且他现在 就是我觉得他太幼稚了 现在 比如说 我跟他在一起一年多吧 因为我是台球陪练嘛 就是平常会比较累 然后有时候下班晚 我就会跟他说 我说你来接我吧 他也不来 你说我一个 你说我一个 我说他也不来 我说他不来 就不来 我说我可以 我说你会不会有什么 我说你会不会有什么 我说我说我 我说你会不会有什么 我说我说你会不会有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难得了 我感觉那天比较难得 然后他就总因为我打游戏 就跟我吵架 我有了工作之后 就是没事下班回家打两把娱乐一乐 你有工作多久了你能告诉我们 一年多一点了 一年多一点 你看人家还是在改变吗 但他还是在天天玩游戏 还是天天玩 我让他卸载吧 他就不乐意 然后他说你干嘛非得让我卸载 我不就玩会吗 你得问问我 为什么让你去来游戏啊 他现在在游戏里都有老婆了 就那天我突然看见他 跟一个人聊天 那个人直接说 老公你干嘛呢 那就是一块打的游戏 我连那是男的是女的 我都不知道 你可算了吧 不是真的你 你确实叫他老婆是吧 那这个是游戏里边的 游戏里的也不行啊 那你是要当皇帝吗 你现实一个老婆 然后游戏再来一老婆 你挺滋润的 我们就是一块打的游戏 你想得太好 那我让你卸载游戏 不是为了你好吗 你一天上班回来那么累 你就踏踏实看上电视 然后休息会儿 不是挺好的吗 是吧 他回来我饭也给他做好了 那你吃完饭 那就一块看上电视 多好啊 非得自己在那玩 也不理我 有一次吧 我发高烧 然后特别难受 我就给他打电话 打了头两遍 都没接 第三次才接的 然后我说你干嘛呢 他说我刚才有事 我也没跟他记得 因为难受嘛 我说那你带我上医院嘛 我说我发烧了 然后呢 到了医院 我在这儿梳着夜 他就在那儿低头玩手机 他也不说问我 你好点没有啊 怎么样的 然后我说 你给我买瓶水去吧 我口渴了 哦 好 走了 就这样就走了 头都没有抬 水买回来了吗 水是买了 但是你也不能这样嘛 就起码 你也得看人家一下吧 你说你是 你过来干嘛的 那游戏重要 还是我重要 我都病了 肯定是你重要 我不是在旁边陪着你吗 我就是想 让你多睡一会儿 多休息一会儿 我那么难受 我能睡得着吗 我推测一下啊 他应该还是 对你有好的地方的 要不然你不会 跟他这么长时间 对不对 那这个好道理是什么呢 就是他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主持人他什么事他都要问 我出去见个客户他都要问 男的是女的呀 去哪呀 什么时候回来呀 你去多长时间呀 这工作也就算了 您看我每天穿什么衣服他都管 您说我这么大个人了 我自己穿什么衣服还决定不了吗 你穿的什么衣服呀 他现在你看他穿的挺正常的 平常出去破的 裤子是破的 球鞋合不得也破个洞 然后穿个破T恤 然后戴着帽子 帽子还得反着戴着 就我带他出去 我就感觉 这不是带个大侄子吗 那你当时怎么看上大侄子的呢 你们俩怎么好的呢 最开始见的时候 他穿的一身运动 我觉得还OK呀 然后再后来我就发现 原来都是这样的 当时谁追的谁呀 我追的他 那你知道他比你大那么多吗 一开始不知道 然后追他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 就知道了 对 你不介意比你大七岁吧 不介意 你不介意他比你小七岁吧 一开始还是挺介意的 我就是怕因为我比他年龄大嘛 然后就 是不是什么事都要让着他 好 就大大小小的事啊 都是我来操心 每天出门 伸手要钱 四件事 都得天天我来提醒的 伸手要钱是一件事 怎么会是四件事 身份证 手 手机 钥 钥匙 钱 钱包 伸手要钱 伸手要 全是你 这厉害了 因为这口诀比较简单嘛 我说伸手要钱 然后他就会想到了嘛 就天天这么提醒他 他都会忘 有一次就我们说去大理玩嘛 机票什么的都是我订的 还是特价的机票 就不能退的那种 然后到了机场 他跟我说 哎呀 我没带身份证 还埋怨我没提醒他 你平常你总是提醒我 那次你没提醒我 我就忘了 那是不是你平常 吃喝拉撒 然后上个厕所 还得我提醒你啊 这个你在想结婚是吧 家里人逼着你结婚吗 反正也催 也催 见过他吗 家里人 见过 哎呀 要不我说 他不会说话呢 就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 你去过他们家 我都去过去 哦 彼此都去过 第一次我去他们家的时候 毕竟第一次女孩见人家长 就会有些不好意思啊什么的 就尴尬什么的 然后我就老跟着他 他去哪我就跟着去哪 最后他当着他父母面 就回头跟我说 你老跟着我干嘛呀 就整得我特别尴尬 这都不说什么了 然后他突然告诉我 我困了 我先睡会儿去啊 然后就回屋了 就把我跟他父母 就摆在那了 我当时我真是 我不知道怎么办呀 我就大眼瞪小眼 我说找个话题吧 也不能这么干坐着呀 我说 阿姨 您这衣服真好看 就磕磕巴巴的 是 我儿子给我买的 我觉得他就随他妈妈了 就不爱说话之后 然后就没有 就一直干坐着 对 就看电视 就没有什么可聊的了 你说你再怎么着 我第一次去你们家 你也得坐下来 先聊我天是吧 先先熟悉一下 然后有个话题 那他们家人知道 你比得大那么多吗 知道 父母介意这事吗 不介意 你父母见他呢 别提了 提我就生气 他去就去吧 你说你起码 整得利落点 是吗 球鞋都不带刷的 然后东西也不买 你不知道 去看家长得拿东西吗 还是我先去买的 这都不说什么了 跟我父母聊天的时候 抖腿 抖腿啊 特地还 就是跟自己家一样 一边聊还挺开心 我就实在看不下去 我就给他叫出去了 我说你平常抖腿是吧 咱也不说什么了 你当着我父母的面 你起码克制一下吧 那我觉得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我没必要装 你这也太不装了吧 你稍微装一下吧 还是 最可气的是 中途人走了 接了个电话 我有事我先走了 就走了 以后是一家人 不省畏了 然后 那我挺尴尬 我只能跟我父母说 我说他公司有点事 什么的 反正我父母 也不是太高兴吗 然后结果他干什么去了 他找他朋友去了 我跟你解释过了 因为那次是特殊情况 你看你也放过我哥子 说好咱俩一起去看电影 你就跟你姐妹逛街去了 那能比吗 不是你那次 什么特殊情况 朋友和家长能比吗 因为那次 是我朋友跟我打电话 要死要活的 说他跟他的女朋友分手了 那家长和朋友放在一块 你不知道是哪边重要吗 好好好 现在你是特别着急结婚是吧 对 毕竟我都29了 就是因为这个年龄吗 其实年龄是占一大部分 还有一部分 我就是觉得我现在 跟他在一块就挺没有安全感的 你跟他在一起没安全感 对 结了婚就有安全感吗 这算是一个保障吧 算是要保障 您看我现在29了 他才22 那过两年 您别说那跟他同岁的 就278的我都拼不过 那你要这样 你还真是不能跟他结婚 你要这么担心的话 你跟他结了干嘛呢 不是 我是觉得 没有那个保障的话 我觉得他有可能 哪天就离开我来 也就是说 即使他不懂事 即使他有种种让你看不上的 但是你还是离不开他 甚至还想把自己嫁给他 是这意思吧 就是有些问题 我能 可以接受 对 我能 可以接受 帮助他去改变吧 可以帮助他改变 两年以后再结 是 我是找他两年以后 因为我现在 还没有那个经济条件 我想给他办一个 体面一点的婚礼 你要体面的婚礼吗 我觉得没有必要 他不要 那最起码以后 能让他过上安稳的日子 他也不要 他自己觉得挺安稳的 就是你只要娶了他 他就觉得特好 对不对 那些烂七八糟 他不要 最起码以后 他想买什么 我就能带他去 没有什么压力 那就到什么时候 我打断的是两年 我再用这两年努力 然后 万一要两年 还没努力到呢 结不结 最起码我努力过 我就不后悔 真会说 好了 已经基本能 看出一些脉络了 我们一起来进入 丘比特问卷 你说啊 一个人要走的话 结婚有什么用 婚姻是爱情的一个 契约化的行为 是允许离婚的 但不会是保障一个人 不离开你 这保障不了 然后你犯了一个 其实你犯了好几个错误 我先说第一个 你一直觉得 你们俩是一个年龄的问题 你知道这个问题 错得很大 因为不是每一对 姐弟俩都出问题的 我见过十几岁的 姐弟俩照样很好 你们的问题 在什么地方 很简单 你们现在是一个 价值观的差异 生活习惯的差异 兴趣爱好的差异 她的业余休闲 打游戏 我也打游戏 我跟她差了 不知道多少岁 但我觉得我在 这方面可能跟她 还有共同语言 但你的休息方式是什么 躺床上看电视 这个跟年龄没关系 对吗 我肯定比你大很多 所以不要把这个事情 归咎到年龄上面 你们现在是一个 需求认知偏差 为什么我一直在对你说 其实她没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她要找的 就是一个年龄偏长的人 要找的就是一个 照顾她的人 她找到了 她在这个需求认知方面 她没有任何问题 你需要的什么 你需要的是一个 能够迅速和你结婚的人 你需要的是一个 能关心你 关怀你的人 你需要的一个 是内心成熟的人 她都不符合 一条都不符合 但你找了她 你说这是不是 你的一个认知偏差 那最后我要说你一件事情 非常严重的事情 你出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想要在一个男人身上 找到安全感 这件事情是错误的 平时在家里面 父母也灌输你们 这样的思想对吗 你总要结婚呢 都二九了 还不结婚 没有男人 你以后怎么办 都是爹妈灌输给我们的 没有男人 我们就不行了吗 没有男人 你就一定没有安全 你再回想一下 你过去的日子里 你是不是就真的 一天安全感都没有 一点都过不下去了 不是的 并不是的 除了你自己 可以给自己安全感之外 除了我们可以脱离婚姻 而给你自己安全感之外 甚至于你还可以 给他安全感 我建议你把我刚才 说的几点再想一想 好好再想一想 第一 你们是不是价值观 生活习惯 和兴趣爱好 出的问题 对吗 第二 你是不是有一个需求 认知偏差的问题 第三 你愿不愿意给他安全感 说实话 你给他安全感 你帮他安排计划 你帮他去也去做好 他人生里面 应该做好的一切 你们两个 依旧会有一段 比较稳定的婚姻关系 问题就在于 你要不要这样 是吧 好 谢谢 谢谢陆琪老师 我想问一下男生 你以前谈过 其他恋爱吗 谈过 你有教过 同年龄女生吗 有 那时候你谈恋爱的经验 也是你拼命打游戏 然后他照顾你的三餐 还要告诉你 伸手要钱吗 这个不是 那是怎么样 感觉跟他们在一起 虽然年龄是一样的 但是感觉他们 还是不成熟 还是太小了 所以陆琪老师 刚刚说的 你是认同的 对不对 你希望找一个 能够照顾你的 姐姐型的这个恋人 是 好 你说 你老爸我当小孩 我怎么长得大呀 想来你是希望长大的 对吧 是 你知道什么叫长大吗 第一件事情就叫做责任感 责任感包括 你必须要信守承诺 你必须要承担 你该负的责任 责任感 他没对 眼前而言 阅给责任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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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很自私 所以说首先从夫妻的匹配角度上来说 你们是功能性匹配 而不是精神性匹配 我们见过有一些年龄差异的人 喜欢就是喜欢 我就喜欢他的青春 我就喜欢他的幼稚 我认为他可爱 我愿意用我的成熟去弥补他 去照顾他 他就喜欢你这样的成熟 我既然选择了你 我也能够照顾你 但是你们不是 我认为往往是在一些差距非常大的夫妻之间 更要那种体量和被体量 比如说如果真正相爱 年纪轻的一方 每次出门就会特意打扮得老一点 来衬托你 怕你不高兴 这叫一种体贴 年纪大的 看见小的 不会干活 不会做事 就会耐心地去教他 这就是我的责任 所以他们比普通同年龄人的夫妻 更会体谅对方 越是差距大 越是要有彼此奉献的精神 但你们根本没有 与其用年龄 来比喻彼此之间的差距 不能用年华 同样是姐弟恋 姐姐对弟弟说 我很遗憾 我没有在我最好的年华遇上你 但如果弟弟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认为你们是有希望的 弟弟回答的是 错 遇见你 就是我最好的年华 这是最好的姐弟恋 但你们不是 你想拴死他 他不想被拴死 你想享受他的青春 但是他只想享受你的照顾 是没有意义的 算了吧 婚姻不能给你安全 与其在婚姻当中挣扎 和自卑以及不安全 不如淡定地过自己的人生 我觉得老师们说的 已经把你们问题全点出来了 想干嘛 想结婚找想结婚的人 别跟不想结婚的人玩 就这么简单 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发红糖 真情60秒 我觉得听这三文老师 这样主持人说这么多 确实应该回去都好好想想 你对我是不是 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而我跟你结婚 是不是真的能幸福 这个都是应该咱们 再好好考虑的 我是真心的 我是想等钱存够了 然后把房子的守护交了 把钥匙给你 给你个惊喜 然后给你办个风光的婚礼 把你娶进家门 我没有说不想娶你 我希望你再等我一段时间 我觉得现在不是这个问题 是咱们到底 就是在一起 幸不幸福的问题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来看这两位的选择吧 来 请开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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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